音乐 音乐 我们可以很高兴 我们可以一起来 在主里面 我们可以彼此来渴慕上帝的话 让神的话 成为我们的粮食 成为我们的力量 来带领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 都充满了主的同在 愿主的话来光照我们 来引导我们 感谢神 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撒末尔记上十八章 十七到三十节 扫罗对大卫说 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 只要你为我奋勇 为耶和华征战 扫罗心里说 我不好亲手害她 要借非利式人的手害她 大卫对扫罗说 我是谁 我是什么出身 我父家在以色列中 是何等的家 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米拉 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 扫罗却给了 米和拉人亚德烈为妻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有人告诉扫罗 扫罗就喜悦 扫罗心里说 我将这女儿给大卫 做她的网罗 好借非利式人的手害她 所以扫罗对大卫说 你今日可以第二次 做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说 你们暗中对大卫说 王喜悦你 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 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 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 说给大卫听 大卫说 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 是一件小事吗 我是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 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 扫罗说 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 王不要什么聘礼 只要一百非利式人的羊皮 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 扫罗的意思 要使大卫 伤在非利式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 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 日期还没有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起身前往 杀了二百非利式人 将羊皮满树交给王 为要做王的女婿 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 给大卫为亲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 就更怕大卫 常做大卫的仇敌 每逢非利式军长出来打仗 大卫比扫罗的臣仆 做事精明 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 撒母尔纪上十八章十七到三十节 这一段里面 这几天我们都是讲到 大卫跟扫罗之间的互动 甚至是跟约拿丹之间的互动 好像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一个爱恨情仇之间的故事 当中也凸显了许多 人性里面的光明面跟黑暗面 特别我们从扫罗的身上 正是看到的一个人性里面的 一个黑暗 一个不断的堕落跟软弱 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借进 那在这十七节里面 扫罗因着一直的抵挡大卫 一直的敌视嫉妒大卫 他的心胸 他的心眼实在是非常的小 或许他是为着 他自己的儿子铺路也好 他希望他的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 所以一直就排斥这个大卫 那扫罗排斥大卫 甚至到一个地步什么 他竟然用他的女儿来当作一个陷阱 或是一个恶 要来陷害大卫 可见这样子的一个心机 或是这样的一个罪恶 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很寒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十七节他说什么 他说我要把他的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 只要他大卫好好的奋勇来为耶和华征战 但扫罗的心里面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我不要亲手害他 我要借非利式人的手来害他 也就是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说你要娶我的女儿可以 你要给我聘礼 那聘礼就是什么 非利式人 把非利式人杀死 把一百个两百个非利式人杀死 把他的羊皮来做聘礼 意思就是要让大卫 再一次去跟敌人征战的时候 难免会有死三 有可能大卫就死在这个非利式人的手下 他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机 我们这次看到实在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寒心 扫罗竟然是用一个这样一个手段 那这当中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 当人都夸奖你的时候 当人或许要给你好处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要太得意 我们也要学习去分辨 我们也要学习保护自己 甚至耶稣也是如此不是吗 当这些人拥戴他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拥戴他做完他离开了 或是当这些人夸奖耶稣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知道人心 他不把他自己交给他们 所以让我们服侍主的人 我们不必对人性有太大的相信 我们也要学习保护自己 也要学习去知道人性里面的 有他的诡诈面 有他的软弱面 所以当别人如果很夸奖你 在服侍的时面 很愿意跟你站在一起 把你推在前面 好像让你去做某些某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小心 就是我们不要陷入在纷争的里面 很多时候他可能他拥护你 是为了把你拉的跟他站在一边 可是是为了去打击另外一个同工 打击另外一个牧者 去让你成为好像被他利用的旗子 所以让主上帝保守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警醒 能够分辨 不必被别人牵着走 不必被别人的好处 被别人的夸奖 被别人对你的抬举 然后跟着跑了 所以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去分辨 分辨是非 能够明哲保生 不要陷入在纷争跟对立 跟嫉妒的里面 我想这是让我们服侍主的人 从保罗和嫂妒跟大卫之间的互动里面 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跟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起彼此互联 好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 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当嫂妒说要把她的大女儿给她为妻的时候 她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怀好意 甚至一个非常恶意的一个轨迹在里面 十八节 但是大卫对嫂妒说什么 大卫说 我不配成为王的女婿 我是谁 我的出生那么样的低 我怎么可能可以得到王的恩宠 让我成为王的女婿 王的伴子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 大卫的谦卑 难道大卫不知道 在这当中会不会有恶意在这里面吗 圣经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提到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十九节 当大卫说了这样的话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扫罗是不是 仍然跟大卫说 要把这个女儿给她为妻 可是我们看到十九节 却出现一个很突兀的一个转折 这里说 扫罗的女儿米拉 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 扫罗却给了米荷拉人雅德烈为妻 这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到底对大卫来讲 是本来他就知道 因为他说我不配 所以他不配得到这个扫罗的女儿为妻 还是他接受了扫罗就说我要给你 可是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 可是扫罗却耍了他 大大的羞辱了他一次 那在这当中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没有看到在大卫在这里面 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转折 可是很特别的是 我们不知道扫罗为什么第一次 本来要给他又不给他 然后又这样的一个羞辱他一样 可是当扫罗第二次在跟大卫说 我把我的奥女儿给你为妻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做我的女儿 但是大卫表现出来的却是坦然的接受 而且是欢喜快乐的接受 好像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到底看到大卫他的心态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一个转折呢 我们不是很清楚 他难道真的很愿意成为扫罗的女婿 然后希望跟扫罗之间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吗 我相信可能他在这里面 他不管王怎么对待他 甚至当他以后有机会能够有机会杀死王 这个神的受高者的时候 他仍然敬畏上帝 他仍然保全了扫罗的性命 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大卫的新知识 我相信他是一直非常的尊荣上帝给扫罗的身份 给这个的权柄 他一直的非常敬重 虽然这个权柄对他是不友善的 是不利的 可是大卫因着敬畏神的关系 他对王所设立的 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 或是对这个王的身份 王的权柄的一个尊荣 一个尊重这个权柄 他愿意扶在这个权柄之下 然后接受这个权柄 给他的安排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大卫之所以可以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成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 他对权柄的顺服 他对权柄的敬重 虽然这个权柄对他是不友善的 这让我们可以学习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面对一个父母亲不完全的 不完美的权柄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学习像大卫一样 这样的谦卑 这样的敬重 当我们面对在教会里面 我们的牧者的权柄 我们小组长的权柄 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人 甚至有时候给你的 可能是不好的脸色 不好的待遇 可能你会觉得很多的不公平 不公平 可是我们有没有学习顺服 像大卫 安静 不会觉得我收到一些不平的待遇 我就抱怨 我就埋怨 我就说我不来教会了 我就开始攻击牧者 攻击权柄 然后我们学习 从大卫的身上 看见他 他这样的一个敬重 一个这样的顺服 跟谦卑 以及他的非常的柔顺 安静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这在服饰的里面 让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 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所设立的权柄 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 我们相信 我们就必然成为 合身心意的人 必然会蒙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从大卫的身上 有许多美好的学习 主啊 让我们学习 我们不卷入在 许多的纷争的里面 当别人 拉拔我们 或是抬举我们的时候 甚至是背后 有什么样这些 恶意的心机 主啊 也让我们从当中 我们能够学习分辨 我们学习警醒 我们能够更成为 和平之子 我们更超然的 在服侍 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也学习 像大卫一样 顺服权柄 敬重权柄 虽然这样的一个权柄 常常给他 甚至是恶意的 一个对待 但是我们看到 大卫他顺服 我们看见 大卫他敬重 主啊 以至于大卫 蒙上帝自己的保守 蒙上帝的悦纳 求主让我们学习 在教会生活 在人际关系里面 我们面临到许多的 这样的一个境遇的时候 让我们学习顺服 学习安静 如同大卫一样 求主带领我们 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